政治焦点来看到 前总统马英九 结束了希腊行回到台湾 同时他也在机场发表了 简短谈话 同时我也要求民进党政府 要确实遵照 中国民国宪法 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来推动两岸关系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 符合国家的要求 与会各国的国者 与学者专家 对这一点也都非常认同 我们希望我们在 那边听到的声音 发表的声音 蔡政府能够听进去 也能够实践起来 这才是符合我们 国家人民的需要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 搭飞机太累了 马前总统一开始 还不小心把希腊 讲成了西藏 但在这趟旅行当中 由于在德尔非经济论坛上 提到九二共识 是引发国内反弹 陆委会更是特别 发了声明驳斥 认为马前总统 是顺应中共说辞 举措失态 对此马办也回应了 只有回归中华民国宪法 坚持两岸不是两国 才能坚定的守护台湾 我是吴亦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 赶快加入华世新闻 YouTube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 最专业的主播群 说新闻给你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